在二船里面 在日本对待二船 放高的 放二船 给后攻 《非后爱》这几个进攻 其实没有太多的特点 就是一般性的来打 看他从头打的这样 您做的都非常好 还有 这个高管啊 球能不能上好 继续进攻 还是过不去 那网口啊 我们还是有很强的优势 怎么过不去 真的过不去 二号位 三号位 四号位 所以正好是中国女排的 篮网的时间点 好球 袁新月 终于打上一个发力的 袁新月也是这一年当中 因为解放军女排的解体 所以她也一直是没有比赛打 像在国内的比赛 连赛也好 锦苗赛也好 她都没有参加 所以她这是意义上的就是光练了 没有比赛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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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好棒 好棒 还是想把四号位的平拉开速度带起来 但是确实 对球袁星月跟得很快 基本上形成了双篮网 他现在也是 小球 他现在也是用这个Homeplay箱来打小速攻 就是一轮的这个两秒钟 老将能力还是有限 通上一个发球 小球好的都来往车下 中场非常好 我还有 上好球 漂亮 自己打 慢慢地配上了 这球传得很舒服 所以 袁星月也能发上力了 情况下尽量地去抢时间 一传不到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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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上今天实景游戏上来之后的效果 其实没有十川真佑来得好 但是呢 都得打 所以 这个中天正美也在不断地调阵容 然后每个人都有机会 都不断地 所以 过去